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最近有位住在加拿大的朋友留言问我说 她正在准备去面试发牌员的工作 如果面试官问她为什么要应聘这份工作 应该如何回答呢? 而且她说她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之前虽然有老师培训了她21点 包括简单的发牌用语 但是她还是非常的紧张 问我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非常感激这位朋友对我的信任还有支持 想当初我去参加发牌培训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紧张的 在我们赌场呢 如果你想申请发牌员的培训还有工作的话 包括转换部门 你都是需要在网上递交申请 包括上传简历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加拿大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首先呢第一步是要准备好自己的简历 在网上递交了申请表也上传了简历之后呢 人事部门收到了这份简历就会进入一个初步的审核 如果合格的话呢 他们就会电话联系你 因为我们赌场当时是电话联系我的 也有的是通过电子邮件 我还记得我当时刚接到这个人事部门打给我的电话的时候 我特别的开心 但是呢我正在开车 我跟他说哎你能给我一小会时间 我把车停下来吗 然后我就赶紧的把车开到了一个胡同里面停下来 就跟他聊了一下 这个人事部门呢跟我说恭喜你通过了简历的初审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正好有一个招聘活动哈 你可以过到现场这边来 我们谈一下 这也算是一个初次的小面试吧 因为有很多面试人员哈 所以说啊大家还是在一个开放的场合 也没有那么的拘束还有紧张 但是当时呢我们的发排员培训学校没有开班 所以呢他就建议我再等一段时间 然后等了几天之后呢 我就接到了邮件的通知 说我可以选一个时间哪个时间段 我想上课 因为我是分了三个时间段的课程 然后就选择了一个早晨六点半的 因为我下了课的话 当时还在快递公司打工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面试过程 读场的发排员培训 一般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学会四到五种游戏 由Blackjack 21点 中居德州扑克 Chash the Flash 也就是找童话 还有就是三张牌 每家赌场的培训内容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只会Blackjack 21点的话 那还需要去学更多的游戏 我不知道 别的赌场会不会招这个只会Blackjack 21点的 如果招那就最好了 那如果他们有培训呢 那也更好了 对吧 就算你只会这一个游戏 你还可以去学其他的游戏 对于已经有过相关的赌场工作经验 或者是已经会了某个游戏的应聘人员呢 那在面试的时候就会让做实际操作 就是给你一张牌桌 让你去发牌 给考官看 给面试官看 而这个面试官他不只是看 他还要假扮成玩家 让你帮他换钱 换筹码 然后帮他发牌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提前练习一下 把简单的自我介绍写下来 这样呢 可能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更流畅 更自信一些 当我们被问到 为什么喜欢在赌场这份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喜欢跟人打交道 我们以往的工作经验呢 也让我们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仔细 而且我们想学新的东西 这些呢 都会让面试官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其实面试的时候真的不要紧张 因为面试的人一看就知道 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所以说对英文这一块 也就不是特别的苛刻 而更看重我们在工作时候的认真 仔细还有学习能力 当然我们个人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通过跟你的交流 还有表达 他也能感觉到 你是否真正的想得到这份工作 你向我们赌场 要对新发牌员进行两个月的培训 经过了培训之后 有的发牌员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辞职了 那老师的辛苦就全部都付诸于东流 所以我们更看重你是否想在赌场长期的工作下去 赌场毕竟是一个娱乐场所 所以对于从业人员呢 最好也是开朗 热情的性格也会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们一贯认真严谨 仔细踏实的工作态度 也是非常多的企业所青睐的 最主要的是现在的赌场 很多赌场都缺人手 所以呢 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英文不太好而担心 而是我们希望得到这份工作 愿意为他付出努力去学习的态度 会让我们更容易的得到这份工作 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不用特别的担心 做你自己正常的发挥就好了 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在我们递交简历之后 如果等了一段时间没有消息 我们要主动的去跟人事部门再联系一下 看看他们有没有收到我们的简历 因为有的时候人事部门工作疏忽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没有及时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又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要主动一些 不要消极的等待 最后祝这位朋友 心想事成 你已经非常棒了 因为你想得到这份工作 你就去辅助于行动 这个呢 比很多人就是只想不做 要强一万倍 所以呢 祝你心想事成 等你的好消息哦